我们的地球生病了,你知道吗? 你现在能做什么?你做了吗? 这是我们使用果肉后剩下的果皮 通常我们会把它当垃圾丢掉 有时比较妥当的处理方式是对谁在利用 而我们现在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就是把这些垃圾资源变环保效素 让环保效素保护我们的地球 和保护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我们现在进行的是 制造环保效素的第一个步骤 收集新鲜的果皮 首先我们来介绍环保效素的配方 我们需要的材料有 黑糖一份 新鲜果皮三份 清水十份 首先要把新鲜果皮切成小块 越小越好 先把称好的黑糖放进水里搅拌 然后把新鲜的果皮放进去 最后我们把做好的环保效素 放在阴凉处 等三个月之后就可以收成了 今天我们来介绍环保效素的使用方法 首先先找一个空瓶子 把环保效素引到进去 然后加水洗身体 可用榨原液或冬座 改善蔬果品质 和增加产量 和改善涂 让涂涂 让涂润重现身体 可加入 换用清洁剂 可以把环保效素 加入 洗碗精 洗髮精 沐浴乳 洗衣水 可减少化学成分 用来清洗蔬菜水果 加入2汤匙的环保效素 在1公升的清水里 浸泡45分钟 接地板 加入2汤匙的环保效素 在清水里 可消毒和清洗地板 汽车保养 加入2汤匙的环保效素 在汽车水箱里 可降低引擎的温度 以上是几种建议的使用方法 伤害地球的是人类 保护地球的关键也在人的手中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努力一点 大家一起来DIY吧